欢迎收听坏小孩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集 第二天下午 普普在书店见到朱朝阳后 马上凑过去低声道 浩子来了 他说要和你再谈谈 朱朝阳四周看了圈 他人呢 你昨天说婊子和你爸都开始怀疑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浩子的存在 所以 我让浩子在最后面那个书架等我们 浩子知不知道 他在小婊子身上留下了证据 我昨天告诉他了 他害怕吗 他应该有点怕的 原本我们商量着不告诉他的 怕他心里突然害怕 不过事到如今 是应该让他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了 才能让他提高警惕 走吧 我们去找他 两人像坐贼一样 孝心地打量四周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走到最里面一排书架 丁浩正在看漫画书 见两人走来 立刻放下书 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走上前敲声说道 朝阳 有件事我必须要和你谈谈 你说 朱朝阳淡定地看着他 昨天普普告诉我 你还是想着那件事 朱朝阳轻松地摇摇头 不是想着 上一回是想着 这一次是下定决心去做 你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没有什么后果 未满十四周岁 是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 不 我不是说这个 丁浩想了想 努力地组织劝说的语言 你 你要杀了你爸 这样做的结果是 你心里永远都会背着这件事了 朱朝阳平静摇头 我不会 你肯定会 丁浩把目光投向仆仆 仆仆 你说是吧 朱朝阳突然打断他 浩子 以后不要叫他朴朴了 那叫他什么 叫他夏月朴 夏月朴是他的名字呀 这个朴朴有什么区别吗 都叫了他好几年了 有区别 朴朴是在孤儿院里 别人起的侮辱性绰号 你们已经离开了孤儿院了 再也不会回去 所以 要忘记这个名字 彻底和孤儿院说再见 朴朴脸色动了动 也对丁浩说 浩子 我以后叫夏月朴了 好吧 可我以后还是可能会叫错的 我都叫习惯了 我会提醒你的 丁浩瞧着他们俩 突然黑黑地笑出了声 你俩现在关系不一般呀 朴朴脸上泛出一抹红雨 明明嘴瞪着他 白痴 别岔开话题 你不是来找朝阳谈事的吗 可刚刚明明是朝阳岔开话题 说到你名字去了 你怎么反过来怪起我了 我 反正您是最笨的一个 好吧好吧 我最笨行了吧 朝阳永远是最聪明 这下你满意了吧 好了浩子 你一点都不笨 而且 你心地特别好 今天你过来 就是想劝我放弃这个想法 对吗 对 你真的不能一错再错 没有人会杀自己爸爸的 这和你不小心推下朱晶晶 完全不一样 其实 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 岳浦 你知道鬼模仿的最后 克拉巴德 为什么要杀了他的师父吗 他的师父对他还是不错的 让他当继承人 愿意把一切都留给他 嗯 如果他不杀了他师父 他师父虽然不会杀他 但会杀了其他几个徒弟 和他心爱的姑娘 他为了他的兄弟和心爱的姑娘 他必须这么做 他必须杀了师父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的 丁浩看着两人说着 他完全听不懂的东西 不接地问 朝阳 别插开话题行吗 我是认真的和你在说 我知道 但现在的情况是 婊子和我爸都对我产生了怀疑 他们说这件事情和我脱不了干系的 不是我干的 就是找别人干的 如果婊子找人调查我 一直查下去 迟早有一天会知道 我有你们这两个朋友的 到时候不管我会被抓走 还会拖累你们两个 他叫夏月浦 再也不是孤儿院的浦浦了 你也不想再见到死胖子院长对吧 如果这些事情都暴露了 你们再回到孤儿院 那结果会怎么样 想想都好可怕 蒲蒲脸上抽动了一下 丁浩也烦恼地皱起双眉 可是那样一来 如果你杀你爸爸 你会 我不会怎么样 我心里不会感到半分难过 我已经没有爸爸了 我只有一个妈妈和你们这两个朋友 你们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也是唯一的朋友 并且我想好了 如果婊子和我爸都消失了 那么按照继承法 他们夫妻的财产先平分 一半归婊子的娘家 一半归我和我爷爷奶奶三人 我爷爷奶奶只有我一个孙子 没有其他子女 最后这些钱都是我的了 我有钱了 我会想办法给你们钱 让你们有个安定的生活 再也不用为钱担心 那个男人帮了我之后 也有了我的把柄 到时 他三十万就算不给也没关系了 你喜欢打游戏就尽管打 以后等我大学毕业了 能独立支配财产了 我开公司 请你到副经理 这样多好 丁浩扑齿笑了出来 扑扑 不 岳扑是老板娘吧 扑扑一把用力扭他手臂 他急忙求着讨饶 朱朝阳也是害羞地笑了笑 避开不谈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丁浩停下了玩笑 眉头再次皱气 我总觉得这事情太大了 不可能实现的 他把目光投向了扑扑 你怎么看 扑扑面无表情地停顿了一会儿 淡淡说道 如果被婊子查到了我们俩 朝阳完蛋了 我们也完蛋了 我们要被送回孤儿院 我死也不会回去的 听到扑扑的意见 明显已经站到了朱朝阳一边 丁浩纠结了很久 我想 如果只让婊子消失就行了 你爸毕竟是你爸 如果婊子出事了 我爸肯定百分之百地 要怀疑到我了 只能两个人一起出事 可是 如果两个人一起出事了 警察也会怀疑到你爸 朱朝阳又摇了摇头 不会 他们出事的那天我在学校上课 警察不会认为是我干的 而且 我一个小孩 警察也不会认为我能雇凶杀人 你在学校上课 那谁去干 那个男人 要那个男人去干 我们三个小孩 根本没有办法杀死两个成年人 那个男人已经杀了三个人了 警察完全没有抓他 他一定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杀人办法 他肯定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别人完全看不出 可是 可是我们用相机跟他乐此前 他没办法只能给 现在用相机威胁让他杀人 他会答应吗 不答应也要答应 如果他说他没有能力办到呢 我已经替他想好了办法了 下个星期三是小婊子的生日 我早上去我奶奶家 听他说我爸和婊子两个人会在那天去上坟 现在是大夏天 他们上坟一定是趁着一大早天气凉的时候去 这个季节 大清早根本就没有人上坟 到时候叫男人在墓地里下手 一定会成功的 下星期开始 我们学校要开始补课了 那时我正在上课 他们俩出事了 根本就不关我的事 这 丁浩瞧着朱朝阳说着计划的模样 眉宇间透着一股 让他都感觉害怕的冷酷 朱朝阳看了他们一眼 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了 我们必须要说服那个男人 必须威胁他 那个男人肯定是不愿意帮忙杀人的 到时候 你们一定要态度鲜明地站在我这边 不能让他感觉到能劝服我 而且 我们一定要非常强硬 逼迫他必须帮忙 威胁他 如果不同意 我们三十万不要了 也要把相机交给警察